大家好,我是电源与能源技术创新中心的科问书 今天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依法半导体的电池管理芯片 R99-3E 这个芯片广泛应用在电动汽车以及工业领域 现在电动汽车非常流行 然后当然涉及到一个电池的一个管理 因为很容易出现过流过压以及过温 导致火灾以及事故 我们这个DEMO这里是电动汽车应用的一个介绍 上面是一个汽车的一个仪表盘 代表汽车在开的时候 它能够监测电池的一个电量 温度 理层 这些信息 下面是一个充电的一个实力图 充电桩 电池充电 400V到900V的一个直流 充电 然后给汽车 我们的一个BMS芯片 就可以很好的监测这个电池的状态 它的速度非常快 可以在很短的情况内 就可以把这个异常状态给检测出来 从而进行保护 这边我们是一个DEMO 这个DEMO的话是用来评估电池管理芯片的 这个DEMO的型号是EVAL-L9963E-MCU 这个灯火板的话在SD官方上也可以找到 也可以申请这个灯火板来进行评估 L9963E它的可以支持最大4到16节电芯的一个电压 也就是差不多最大48V的样子 它的电池的监测精度也非常高的 是正负2个毫弗以内 它基于酷能剧的全同步电流电压采样 对于电池管理系当中 会使用L9963E进行几年 然后这样的话会管理很多一个电池单元 举个例子管理434个电池单元的情况下 它的扫描一遍的时间是16个毫秒 速度非常快 然后自带一个串行的隔离通信 然后同时电池的话也支持热插拔的功能 然后这是一个车柜级的芯片 符合很多车柜级的标准 例如AEC-CO100 SO26262 以及ASIL-D这个标准 除了汽车应用外 我们在工业领域也有广泛应用 这边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几种应用 一个是UPS 光辅出能 机器人 电动擦车 电动滑板车 电动自营车等 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BMS芯片 进行电池管理 提高安全性 我的介绍完毕 谢谢大家